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台网友寄来的7摔过以后开机花瓶的故障维修 这个机器现在开机电流是正常的 因为我一个人拍我拍不到电流 我也剪不好两个画面 然后现在这个开机快进系统的时候 它的logo就会跑偏 然后它回正的时候会定拍苹果 有的时候开机它就会跑偏以后 它就会直接花瓶就马赛克了 就像老电视那种雪花点一样 然后现在这把开机应该就是变成雪花了 logo快进系统的logo就会跑偏 然后整个屏幕就花掉了 这个一般都是那个CPU电感或者GPU电感供电出问题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原理图 我觉得修机没什么好隐藏的 你行你上你不行就找我们对不对 没什么好长的 这个一般都是这个GPU就显卡供电吗 它那个电感会摔虚掉 因为它这个电感是那种水泥的 它摔了以后如果太严重的话震动太严重的话 它就会这个电感的线圈就会和那个底角就会脱汗 然后这一脱汗的话一排就会全部都脱汗掉的 这个GPU供电和CPU供电都虚掉了 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 应该基带呀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会有问题的 然后基带的九十八角和九十三角的一个两个回路也会有问题 这些都属于摔过以后的通病都要去维修了 有的人可能要收很多事情 但我们这边就收一个钱把这些都排除掉 就避免返修 还有音频的这一条总线也会出问题 等一下把板子拆出来 你们看一下维修过程你们就明白了 然后现在把CPU罩子拆完以后 轻轻的用风枪除胶的话 刮旁边的胶的话 它电感就虚掉了 这个GPU电感已经全部虚掉了 还有CPU电感应该也会虚掉 我这一排全部都要更换掉 然后底角都 它这个电感和这个下面的那个引脚 它就会脱汗 这种情况都是摔过以后 震动太厉害了就会变成这样 有的它不一定是画屏 有的会重启啊 还有的就是那种 你玩游戏的时候 它就会重启啊 这种一般核心供电不稳定吗 然后这个很多同行 它不会把就是像这种汗盘 在上面有脚的 它不会弄 其实你这个用烙铁 也加点锡加点松香 稍微拖就好了 我看个有个大佬 b站有个大佬弄这个就弄的 感觉都配不上他那些粉丝数量 你把这个弄的时候要把旁边弄干净 然后用细细再拖一下 拖一下以后把它洗干净 然后把细节处理好 一定要把细节处理好 不能说马马虎虎的 因为这个旁边有cpu 容易把cpu吹爆了 很多人做这 他知道怎么修 但手工不到位 把cpu都吹爆了 这个细节要处理好 确定这个焊盘干净了以后 然后再上锡 上锡不要上太厚 如果太厚的话 你把它脱掉一点 然后上薄薄的一层 因为太厚的话 有的时候会容易连在一起 如果这两路是一个供电 连在一起的是一路供电还行 如果要是他跟这些电容 那个绿波电容 如果连在一起的话 就会短路 现在就是我是在显微镜下面拍 我害怕吹爆cpu就垫了一个硬币的上面隔热 如果你感觉手工不到位的话 也像我这样搞 这样的话比较安全 那边上就cpu把cpu吹爆了 本来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 到你手上变成一个大问题了 就麻烦了 做事情要稳 而且还要怎么说 对得起客户对得起自己吧 因为你拿人家钱吗 我也不是装清高 我说的是实话 装这个的时候 最好是不要用显微镜 因为我要拍给你们看 所以用显微镜 就温度高一点 然后这个电感呢 站点松香 然后一吹就上去了 温度高要快 不能慢慢吹慢慢吹 容易吹爆的 等它凉的时候洗一洗 就差不多没有联系了 然后基带电源我也拆掉了 然后这个底角可能拖一下 拖一下汗盘就掉了 有可能是它不掉 有折断 都要是都要是加焊它的 这个已经断了 就要加焊一下 把它刮出来 刮出来以后 飞线过来就好了 因为这是个回路 不要看到是接地 就不就不就不去修它了 有接地就就让它过去了 这个接地有的时候 它分芯片的内部接地 还是这个供电的接地 这不一样的 这个修完音频也要弄一下 不要偷懒 因为这样弄完的话 就是你基带好了 能开机了 那声音也是正常的 可能它用一段时间 再震一下 那个线又断了 到时候又返修了 我之前在抖音上发过这个 我说过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说我贼喊做贼 但是我修基带很少有音频返修的 把音频如果没断的话 你就像我一样把它刮出来一点 刮出来一点 然后拖点吸上去 让这条线稳定一点 它就不至于你再摔一摔 它就会断了呀 然后它这种 如果再是再断的话 可能摔的又很又摔的很严重了 把它上一点吸 把这个引脚上点吸 它的接触面就大一点 就会稳定一点 我等一下把音频装上 这个机器就可以修好 可以开机了 就会正常 该基本上该修的故障都修了 一次性开机 现在电流都快进系统了 没有花瓶 现在这个机器是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五分钟从事 然后我现在装的壳里面 让它过五分钟已经过来了 这个它自己的壳已经弯了 所以我用我自己的侧机壳 这个机器已经修好了 麻烦大家给我点个赞 投个币加个关注什么的